新动物已经更新到一半嘉宾之间的相处 也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 其实一个人喜欢上另一个人 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有的可能只需要一眼 真正需要长时间了解的一定是以结婚为前提 当代人的恋爱观都普遍倾向于是错 只要终于每一段感情谈多少对象都可以 恋爱综艺的前提一直都是不谈过去 只谈现在导致嘉宾之间的认识太过片面 普遍缺乏了解 女三理念双语在节目第一期 一直都喜欢男一薛哲阳 两人也算双向选择 可时间长了之后男一薛哲阳太过被动 跟女二王秋一更亲密 最终女三理念选择放弃 有句话说的好当你在看风景的时候 或许身边有人站在看着你 男三张根源的转移感动了女三理念 她追求的是坚定的喜欢在这个大男孩身上 她看到了自己想要的特质 就在两人感情升温的时候 男五孙兴中途出现 趁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 主动约会女三理念 男五孙兴的迷惑操作看满了所有观众 她之前不是喜欢女四金家院吗 男五孙兴跟女三理念 一直没有单独相处过 只在滑滑板的时候 短暂接触了一下 大家都看得出来 女三理念跟男三张根源关系好 没想到她居然敢迎男而上 男五孙兴在约会过程中 充分表现了自己的优势 她会做饭 会跳舞 还会做木工 简直是全能男友 女三理念也很惊讶 没想到这个男生 还有大家不知道的一面 男三张根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再次遇到情敌 而且对方在按他在明 很容易被人偷家 女三理念跟别人约会的时候 她正在小屋里唱歌 丝毫没有意识到威仙已经出现 男五孙兴常年在国外生活 为人却很接地气 她分享了自己在国外的经历 砍柴铲血 做饭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光鲜亮丽 正是这些经历让她变得更加优秀 成为什么都会的全能男神 经过这次约会 女三理念跟男五孙兴之间 有了专属小秘密 男五孙兴说自己是个很乐观的人 从来都不会情绪化 结果回忆起曾经的经历 却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男五孙兴主动接触女三理念 肯定也是对她有好感 因为出现的时间太晚 她担心自己会错过很多事情 其实节目机制就是这样玩到的 肯定没有优势 因为别人都已经做好了选择 有观众认为 如果孙兴早点出现 说不定会成为人期望 她还是来玩了 也有人觉得女三理念 跟她没有粉红泡泡 还是男三张跟袁更适合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